中医讲 笔者怎么样 还者怎么样 标本间记者又怎么样 还记得吗 有没有同学和记者回答一下 那对了又讲 我三老金 各位这些很简单的概念 这个就是不变的 这个是不可以变的 为什么你读书的时候 或者你 学中医人有些是分辨不可 我记得我们背过来 急者自其标就要对真相药 急者自其标 我们要对不对 紧急的状态 控制症状很重要的 所以你在这个基础上 西医能够在某些层面上 立竿见影 你说它不重要吗 我们说内固醇 大家都知道 大陆讲的奇数 内固醇 当然是毒药 但是在紧急的状态下用它 对还是不对 没有对错 而是必要的 气喘的人 气管收缩 你不给他用内固醇下去 他整个气管闭锁了 他马上窒息 他马上就完蛋 你这个事儿 你用任何方法 没有内固醇来的有效 你抑制了免疫 免疫反应 一旦抑制了 他气管输开了救了命 救了命以后 体质该怎么办 你再去调理 所以中西医 彼此不要随便批评 在不同的场合 用不同的方法 所以中西医是可腹部 而不是极核 那任由顺便跟大家谈谈 中西医集合 它问题在哪里 中西医集合 中国大陆 搞了五十年六十年 到现在还在翻新危害 当然有些改进 台湾呢 不好意思 陈立福先生 是好意 这叫好心做坏事 做对了百分之八十 做的有问题百分之二十 二十在哪里 中西医一言化 那一言化的问题在哪里呢 在于我们把西方科技 就是西方的科学的那个标准 或手段 列为金科医力 列为唯一的平衡 观察所有的东西的一个标准 以这个标准来解读中医 似乎是说 我们要让中医 得到美国人 外国人的认同 要用他们的语言 他们的理论来解释 感觉上第一是好 但是 那有问题 西方人不懂 营养无息 营是什么 营养是什么 就搞不懂 做个很简单的例子 各位 我们讲西证 你们知道西呀 含着西是营养表里 西就有四种西 大家还知道 上课我都讲过 西 我们要经络图简量出来 经络一下就是西 经络的中间的能量 三字以下是西 经络的一算是石 西 还非气息 还非 血息 气息 气息是什么 血息是什么 还有阴息呀 还有阳息呀 西就有四种西 只有血息可以用数据来表达 用西方的生化 所谓的科学来表达 请问 气息怎么表达 怎么来数据 阳息又是用什么数据 阴息又有什么数据 唯多个血息可以用数字 哦 血红数不够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百当百货低 物质层面 少 只是这样而已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 你就搞不清楚 所以你看 如果你把 只懂我们三分之一的学问 拿来做标准 来看中医 是不是 把中医脱下属 这样理解了 所以这个例子就是很清楚 所以今天我们来谈谈谈 好 既然是如此 我们今天过去 我们学了这些东西 我们把这些东西拿来 再做的给我 我们不是医生 我们不能谈治病 我们也不可以用药 但是我们有权利 懂得这些知识吧 我们懂得知识 我们可以不要用药 我们要用什么 我们用什么 我们用什么 阳光空气水了 吃喝拉沙睡了 受下行事了 心住作物了 为什么用这些 日本通过国会 把所有慢性病 给他一个名词 名词都要用国会来通过 叫做不良生活习惯病 可见自然与学活 健康促进的工作 就是改变你的不良生活习惯 不良的生活习惯改变了 就是那一个火关掉 你火不关 你只加军快去那边 一起吃喝拉沙睡 行动作物 受下行事 通通有问题 请问你找什么 医生加军还会跑来 而我们今天的民众 都懂得这个道理 下面都不敢 反正到了民众 民众的民众 就有一生跟你讲 那叫告别残存 那叫自作自受 郑教授讲得好吗 好的坏的都自作自受 所以今天我们也不要骂医生 我们也不要骂教 就没有用 谁叫你不懂得管火 你要带别人来加军 我刚才讲 加军还是不得已 这个概念要非常清楚 来 下面一个 我看了 我把这大眼睛给大家 复习一下 等一会我们尽量用 发挥的方式 解决一些食物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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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